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岐山还在中南海会晤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罗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透露 王岐山在开场白中说 得知在这个时刻访问中国 您提出要见我 我很意外 但是我非常高兴 所以经过寝室 今天能够和你和夫人见面 有分析人士认为 在这个特别敏感的时刻 王岐山接连会晤重量级的外国政要 显示他不仅不会退休 还将在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内 被委以更加重要的角色 今天的话题是王岐山的政治命运 我们连线的嘉宾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宜良教授 夏教授 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您如何评价王岐山与班农和李显龙的会见 作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现在被西方世界普遍解读为 中国第二号人物 所谓第二号人物是具有实权的 对中共的政局 经济 乃至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号人物 大家公认是王岐山 而不是李克强 所以作为他来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 或者是不出席 都会引起很多人的猜测 那么他会见外国政要 尤其是他所担任的职务 一般理解好像是反腐方面 不会有行政方面的职务 所以不适合平凡的会见外国政要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共对那些掌握实权 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最高的权力或者职务的人 还是特别的重视的 比如说当年邓小平 即便他没有担任中共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但实际上谁都知道他是中共最有决策权的人 最有影响的权威人物 所以英文里边专门发明了一个词 叫paramount leader paramount leader就是至高无上的重要的领导人 那么他邓小平一生中就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共中央主席 也没有担任过这个就是名义上的这种最高的领导人 但是他担任过军委主席 就军权掌握在手中 所以现在看王岐山呢 他会见李显龙 那么我想就是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过去 在退休以后也多次到中国拜访 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见过 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个两国在这个方面都有这样一个传统 就是一个方面看过去的政治生涯和经历 另一方面要看他的这个资深的程度实际的影响力 所以呢大家都知道王岐山的分量很重 那这个时候选择跟他会面 想了解中共进一步发生的情况 内部的一些情况 但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那是特别敏感的 一般这样的会见呢也不敢多说 尤其是中央高层没有决策的事情 是不敢公开透露的 所以我想呢 王岐山的有些话被有些人呢过度的解读 或者是有一定的误读 就说在这个时候那有一些郭粉们就认为 这个时候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他自己很狼狈 被郭文贵揭露了 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地位难保了 在这个时候如何如何 这是郭粉的理解和解释 但实际上不是的 他讲的是这个时候主要强调的是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 这段时间呢 无论是十九大还是十八大十七大 在召开之前会见外国政要的话 都是意义非凡的 而且呢说他要得到批准 有些郭粉也是过度的解读了 说好像你看他都现在没有自由了 他要想见什么人都要得上级批准 其实不了解中共这样一个运作机制 就连习近平本人 虽然他不一定说叫批准 但习近平本人他要与什么重大的决定 要跟外国政要在哪个地方见面 他也会通报给政治局常委 或者至少有几个人少数人是知道的 所以呢这个组织程序还是起码的程序是有的 那王岐山要会见外国政要 这肯定是要中央常委 或者是政治局应该是知道的 或者是至少习近平是同意批准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过度的解读 会见班农 班农呢是一个已经没有正式职务的了 就是他已经从这个川普的那个智囊班子正式的这个离职了 那么他到中国的访问 有的人认为还是川普在继续的用他做高级的战略安全顾问 那么他的这些言论或者他的一些计谋可能还对川普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他可能是代表川普总统来进行摸底的 也有人解读说他这次来可能是跟习近平或者中共高层 尤其是跟王岐山见面来商量的话是如何对待郭文贵 这种解读呢 我觉得也是过度的强调了郭文贵的重要性 我不认为郭文贵有那么重要 说班农来一趟北京 就专门跟他谈郭文贵的事 那也许呢在他的谈的内容里面会提到 甚至呢我还没有很确定的这种 我认为可能会提到也可能不会提到 所以说班农这次来 我想更多的可能是从其他的角度 也就是说现在处于一个由过去非常的 融洽或者相互信任的关系 到了目前这样一种不太相互信任的关系 再加上美国跟朝鲜的这种紧张对峙关系 都需要有些人来进行一些沟通 而不一定是官方的 可能是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沟通 那么班农刚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说外界无论有什么样的猜测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都不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 正面形象或者川普本人的一个正面形象 因为它是一种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 王岐山的接待班农或者李显龙 与郭文贵的爆料是否有关系 那么目前应该是昨天我看到了 杨洁丽博士跟李伟东先生有一个关于十九大的 在亚洲自由亚洲电台的有一个对话 那么他们两者的观点就完全不同 杨洁丽先生就认为了 郭文贵先生已经深刻的影响了这个十九大的进程 而李伟东先生认为了 根本没有影响 或者如果一定要受影响 那就是使习王联盟更加紧密 您如何评价他们两种不同的观点 我个人当然也是倾向认为 郭文贵的爆料 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 或者是郭粉们所夸张的那样 那么杨洁丽这样说呢 我想可能有他自己的原因 这个原因呢 有很多人最近也在猜测了 比如说他这个旗下的公民意报 原来是只能经费是很紧张的 出网络版也都勉强维持的 现在又突然出了这个纸版 他跟郭文贵私下的这个见面 私下的合作关系 究竟郭文贵给了多少资助 这个呢 他并没有向公众予以这个回应 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某些事情做法的这些公信力 比如说最近听说呢 也在安排帮助郭文贵在国会做听证 以被害人 受政治迫害的人的这个形象来示众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将是对人权民主正义事业的亵渡 那么对真正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来说 也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 这样的一种颠倒黑白的做法 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提前要给予警示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另外一个消息说 最近呢也是通过杨建立或者他其他的一些关系的安排 要在哈德森就美国的一个智库 在华盛顿 叫哈德森研究所准备安排一场 邀请郭文贵作为一个送药的报告人 来报告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揭露中国的高官的贪腐 那个这个做法呢 似乎好像也是符合自由社会的这种言论自由的规则 就是说你谁都可以去揭露中共的丑恶 但是在这个时点上来帮助这样一个官司缠身的 这个有着严重的犯罪嫌疑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是由人权组织或者一些民运人士来出面来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说是不恰当 夏教授 目前海外的媒体有些报道 认为十九大习近平思想将写入党章 也有的报道说得到确切的消息 习近平将取消常委制 实行主席制 您如何评价 这样的传言已经很久了 大概在一两年前就有传言 以后不要设常委了 甚至有可能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所谓主席制 那么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一种权力更加集中的独裁机制 所谓主席制 那就是说一个人说了算 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个主席制 后来打到四人帮改革开放 刚刚这个把华国锋 要求华国锋辞职之后呢 是胡耀邦继任 胡耀邦继任以后 刚开始用的那个名称 还是中共中央主席 但是没过多久就改成了总书记 所以这点呢 我想呢 也是邓小平的主意 他是提倡了一个所谓集体领导制 通过总书记 然后再设书记处 由中央政治局常委 领导政治局和日常的工作班子 就是书记处 来领导这个国家的政治上的一些 或者经济上的一些重大事务 这个就已经延续了过去的这三四十年时间 现在如果真的恢复到主席制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向外界宣告 从权力上来讲 更加的集中独裁 向毛泽东时代越来越靠近 所以呢 如果真的取消常委的话 那么主席向谁发号施令呢 向政治局发号施令 但是除了政治局以外 是不是还要有一个工作班子呢 大家记得在文革时代 毛泽东曾经搞了一个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这个组长呢 当时是谁啊 是陈伯达 但是呢 陈伯达其实是没有实权的 是江青实际上在组长 那么现在假如说 不要政治局常委了 只要有政治局 但是还必须有个工作班子 到底是保留书记处 作为工作班子 还是说单独成立一个领导小组 或者一个什么小组 由习近平来亲自指挥 通过这个小组 来协调政治局的这个日常工作 所以这点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习近平的习惯是喜欢当小组长 所以通过各个领导小组来领导中国的一切事务 他已经担任了好像有九个小组长 那所以呢 他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个 那他当组长 这个以后的组长他当不过来 中国还有不断的新的矛盾 新的事务 不断的要成立领导小组 他还要继续当组长 我的有的时候 原来我在大概五年前 不是五年前啊 大概是四年前 我就讥讽他 我说这个小时候 可能上小球的时候 没当上组长 所以这个影要过一过 现在要发红似的 要当那么多个小组长 夏教授 其实我们在访谈中 您已经多次谈到 对王岐山去留 或者说留论他的任职 您已经进行了预测 现在海外媒体 也不断的有所谓常委名单 或者重要领导人的这种名单 您认为王岐山到底是会留论 还是会理论 还是变相的设立一个职务 让他实际上是明退论 实际留论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说王岐山并不是说 一定非得留在这个任上不走 当时是习近平呢 非常想留他 因为习近平还要 让他继续推进 这个反腐的这个事业 还有些其他的事情 还需要他做 因为在中央政治局 这些常委里边 习近平目前 最能够信任的 同时他也认为 最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 就是王岐山 所以呢 是习近平要留他 而不是说 他一定要留在这个台上不走 所以我想呢 两种可能 一种呢 如果要讲 王去意已定 不管习近平怎么挽留他 他都不愿意再 这个贪恋这个权位 退休 当然退休的话 有一个危险 有人说他反腐 得罪了那么多人 那将来人家这个 共产党贪腐集团里边的 很多人要报复他 要报复他的话 会在置他于死地 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 当然是有 但是这一点呢 关键的取决于习近平 对他是什么态度 如果习近平呢 从来没有说要跟他翻脸 而且认为他退休之后 也会继续的尊重他 那他的安全就不会有问题 习近平一定会想办法 保证他的安全 那么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就是说 如果他不离 他就是说他不离休 他继续的担任 这个中共主要领导人 那么什么位置对他合适呢 我记得我在你这个采访中 就谈过多次 我说最合适他的位置 不是总理 我说过他已经错过了 当总理的最好时机 本来十八大 他就应该当总理 但是呢 既然没有让他当总理 那肯定是 由于习近平更需要 他去反腐 那么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机 以现在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年龄 各方面来讲 他现在当总理 已经不是那么合适 我就讲最合适的位置 应该是人大委员长 因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的权利 名义上的解释 这个委员长的权位 就是说从名义上的规定 来讲的话 应该高于国务院总理 因为国务院总理 也是人大委员长批准的 任命的 但是事实上呢 大家都知道实际的权力 是总理的权力更大一点 但是我想这个也是 事在人为的事情 不完全是按照 民意上的规则来定 假设王岐山 他做人大委员长 兼任国家监察委员会 主席或者主任 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位 还是有巨大的威慑力的 也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中纪委 国家监察部 国家反贪局 全部都归大到一统一体 都是成为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下面的下属机构 这样的话呢 他就掌握了上方宝剑 就相当于过去 说这个皇帝慈欲 就掌握了一个砸刀 对吧 想掌哪个贪官就可以掌哪个贪官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说实际上还是第二号人物 就实际上的第二号人物 他既是委员长 有这个名义上的权力 另一方面他有实权 就是掌控反腐反贪 然后呢党内他能够 这个及时的整肃那些 贪腐官员或者政治上的异己 所以呢他这个方面的权力还是相当大 至于总理呢 我觉得应该让年富力强的 这个现在汪洋实际上已经在做很多相关的事情 这个张德江是人大委员长 还有一个张高丽呢 是常务副总理 这是上一届 就到这一届 目前还没有结束的 对吧 就是说我说的就是像这个张德江啊 他委员长好像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然后张高丽作为常务副总理呢 大家感觉到 他也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甚至他的这种新闻上的关注度 远远不如汪洋 汪洋是分管农业和这个外贸方面的副总理 所以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如果由汪洋来担任这个十九大之后的总理 无论是从才干上还是从年龄上经历上来讲都是比较恰当的一个一个选择 所以我想呢 就是如果要是讲习近平他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见识的话 他应该会做这样的安排 那否则的话 你如果不让王岐山做人大委员长 也不让他做国务院总理 还继续让他当纪委书记 当然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呢 给人感觉呢 就是还是在保留他原来的职务 就没有什么给他一个更高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选择 就是如果讲他留在任内的话 几种可能的话 这种可能是最差的一个下策 就是让他还保留原有的职务不动 所以我认为上策应该是他去做委员长 兼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 那么中策是什么呢 中策就是说他做一个名义的领导人 但实际上呢 就是什么权力都没有 那就是做国家政协 全国政协主席 全国政协主席名义上排名是第四号 比他原来排在第六位还向前走了 但事实上呢 大家知道政协主席没什么用 他是个空的画架子 所以我觉得中策呢 可能对他安排来讲的话 是一个既不重用他也不得罪他的一个安排 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上中下三策里边 最有可能的 或者讲我最希望能够达成的是上策 也就是做委员长兼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 夏教授有几个思思乐点呢 想请您点评一下 一个呢就是川普总统啊 在联大发表演讲 针对北朝鲜的威胁 他说到如果北朝鲜威胁到美国 他将会去摧毁朝鲜 您认为美国是否会用军事武力 去对付朝鲜 我觉得这大概是美国总统 在联合国发表讲话 历史上最强烈的 表达最强烈最明确的一次 要摧毁一个极权国家 那么大家知道川普总统的风格 他喜欢在推特上 发表自己的一些政见 而且这些政见呢 很多就代表了总统的意愿 那么有些人也批评 他这种推特治国的方式 但是批评归批评 他就是我行我素 所以他在推特上 已经不止一次的表达了 对朝鲜的不满和愤怒 这个相同的类似的话 已经表达过多次 有的人讲 川普是不是就是一个 打空炮的 就是说说而已 口炮党 但现在来看 越来越接近于动真格的了 因为在联合国这样讲话 而且特别强调的是 联合国本身的功能 联合国安理会的重要性 他其实呢 就是把这个话等于提前说了 这事本来应该是联合国来做的事 就是联合国应该是代表 主持世界正义的 公道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 就是理应由联合国做出一个裁决 而联合国如果不能够表达的话 而必须由美国来独自承担 这是联合国的耻辱 联合国没有达成人们心目中的目标 没有达到他应该做的这个目标 应该是联合国的耻辱 他其实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些意思 同时也是向国际社会进行一个公告 就说你们以后不要感到意外 我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而且呢我在国际组织 也做了尽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敦促 如果大家都不听 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等我动手的时候 大家不要感到惊讶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实际上是在为真正发生的战争 在做一个前期的 这一个舆论的准备 夏教授 据报道啊 今年的九月份 在新学年的开始 新疆地区就不再容许 私生在学校说维吾尔族语 所以引起了很多维吾尔族人的 抗议和愤怒 您对中共这个举措 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 几十年来都是采取了这样一种 应该说叫大族沙文主义的做法 就是说从长期的战略来看 他们是要把这些民族汉化 就过去中共掌握了政权一段时间 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 还做出一副假惺惺的样子 说要给他们自治的权利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新疆西藏内蒙 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自治 都是在中共的权力掌控下 搞几个傀儡般的这种 少数民族的官员 比如说已经形成规矩的就是 党委书记都永远是汉族的担任 基本上都是汉族人担任 而这个自治区的主席 是由这个少数民族的代表来担任 而这些人都已经是部分的 或者是完全被汉化的官员 所谓被汉化呢 意思是说不仅他们能说流利的汉语 而且呢他们的思维已经就是汉化了 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 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套 所以他们才能得到信任 所以这样的个做法呢 就是过去多少年来 他们都是对少数民族这些人士 无论在教育还是在求职上面 提升方面都实际上有一种歧视 这种歧视呢 表面上看起来他会照顾你 给你安排什么职务 但事实上呢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汉人手中 那如果不允许本民族说自己本民族的语言 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 一种对这个人们的人权啊 民族的权利啊 对人家的这种自由的粗暴的干涉和践踏 你为什么不允许本族人说他自己的语言呢 而且说不会说汉语的人 就没有办法去升学 没有办法得到政府里边的重要工作机会 这个就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所以多少年来 他们都是采取这样一个办法 但现在呢 他是公开的撕下了这个面纱 公然的说 以后不允许再用维吾尔语进行教学 那么这个你想想 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一个做法吗 就拿汉族人自己来说 你能接受这个做法吗 假如说当年满清啊 就是统治了中国 要求所有的中国人不再说汉语 全部改为说满族语啊 满语啊 用满族的文字 那将来是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假如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 不允许中国人再说中文 全部说日语 那你中国人是怎么心里是怎么讲的 你将会有什么样的态度 这都是再明显不过的 孔夫子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么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你不允许维吾尔族人说维吾尔族语啊 你不允许藏族人说藏语 那么这就是这个汉族这种沙文主义 以及这种汉化政策 最终呢 要想把人家少数民族赶尽杀绝的一个做法 这种做法呢 在国际社会 在从人权呢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讲 都是不能够被容许 夏教授 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 刚刚出来的 就说马蕊的律师去送打 马蕊控告郭文贵强奸的这个诉状 居然郭文贵躲在房间里 四到五个小时不出来 最后没办法就请到那个法官 法官呢下了这个强制令 就是说准备派这个法警 直接去强制性送打 并且要求传唤郭文贵的家人 包括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 同时呢还要对郭文贵进行DNA鉴定 针对这个消息您如何评价 撒谎成习惯了 满口的谎言 那他从一开始爆料到现在 如果仔细认真看他视频的人 进行比对你就会发现 他多次自相矛盾 他后面说过的话 否定了前面说的话 前面说的东西 后面呢就发现了破绽 破绽百出 所以这样的事非常多 那他一方面呢否认 这个强奸马蕊的这个事实 他说马蕊是完全是诬告他 是造谣 那敢不敢呢 就是来在法庭上对证 现在马蕊呢已经提过 像这个应该说 他正式立案之后呢 提交了相关的证据 包括自己的内裤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 所以我想呢 法庭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一切靠证据来说话 所以呢 到那个时候不要再耍赖 你说在中国你说是 中共在迫害你陷害你不公正 那么在美国 你应该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 所以呢 他现在不应该躲避 他过去还经常很嚣张的 说你们都来告我啊 你们告我的人越多越好啊 他其实是一种就是 哗众取宠的心理 他就是希望引起 国际社会的关注啊 他把这个事情 个人事情搞得越大 就有可能 越有可能呢 就是说以政治上的理由来说 请求政治庇护 他过去说他自己 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他说他有二十多年 没使用中国身份了 他说是他是美国人 美国居民 美国纳税人等等 而且他也过去隐含的 说他自己是有美国护照 他过去跟韦时 在当面这个 在推特上进行对话的时候 他还说过 咱们都把护照亮出来 美国护照亮出来 对不对 但后来呢 都是大家都看出来 这都是骗局 他根本就没有美国护照 他现在还在申请 美国政治庇护 那么现在如果要讲 他真的不怕打官司的话 他不是叫嚣吗 说大家都来美国告他 告得越多越好 其实他想借用这个理由 可以留在美国 因为有司法问题 没有解决的话 如果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法庭能够接受的话 那他是不必离开美国 所以他现在 无论是寻求政治庇护 即便他非常的困难 给他拖延个三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 他也很乐意 至少他用不着离开美国 所以他现在最怕的是 让他立即离开美国 假如说10月9号之后 他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留在美国的话 那他是最感到惊恐的 虽然讲英国也算是一个 自由世界的自由的国家 但是他感觉到在英国 还不是那么安全 当然现在他已经让他的妻子 让他的女儿 他们先去英国 然后为自己去英国 做一个前妻的准备 甚至他还准备好了 一个非常小的岛国的 他有岛国的护照 那么他到那个时候 可能会逃到岛国去 但现在假设他官司缠身 按道理来讲 他应该接受马瑞 对他的这样一个传票 起诉的传票 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至少借着打官司 可以拖他个几年 可以留在美国 所以现在我想呢 他想躲避 最终还是躲不过去的 他必须接受这个传票 无论他有没有强奸马瑞 他都必须在法庭上 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说法 他不能够给的话 那么法庭通过证据 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说法 夏教授 最近博讯新闻网 已经发了一个严正的声明 说博讯起诉郭文贵 认为郭文贵 侮辱诽谤和造谣 那么您怎么评价 这一事件 博讯呢 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吧 没有二十年 有十几年时间 那博讯是相当不容易的 这作为一个 明办的这样一个媒体 过去我们 刚开始关注这个博讯 是因为他及时的 最先的报道了 这个王立军 这个叛逃到美领馆的事件 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的重大的 这个包括周永康啊 薄熙来啊 这个令计划呀 郭伯雄啊 等等等等 很多重要的爆料 都是由博讯开始 当然也有人过去说 如果不是中共的机构的话 怎么可以拿到那些 特别机密的这些 内部资料呢 但是呢 博讯给出的答案就是说 它是一个爆料平台 有很多有知道内情的人 他可以匿名的向这个平台进行爆料 博讯不能够为每一这个爆料的真实性负责任 但是呢 允许大家来报 那现在呢 龚贵不是也经常讲这句话吗 就是说他爆料 到底真实不真实的话 那要由中共是来说 由中共来验证 其他人好像没有权利去质疑他 那为什么他对博讯的这种观点呢 或者讲这种做法 他又是另外一种态度呢 而且大家知道博讯是很早就帮助龚贵爆料 龚贵一开始呢 有些事情呢 都是通过博讯报道才知道 但是后来他对博讯恼羞成怒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都难以理解 就好像呢 他跟博讯 他公开说的那些理由 没有听出博讯怎么样得罪了他 他说博讯怎么造谣了他了 污蔑他了 那么博讯这个任何的报道 都是应该是他提供了什么资料和信息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应该拿出没有的这个事实和依据 但是我了解的就是说 博讯一开始报道说什么 胡舒立有私生子 那到底是谁呢 一开始有人说是王岐山 后来又说成是李友 到底这个私生子有还是没有 是谁的 到今天都没有说清楚 那博讯一开始呢 这个报道这个东西 我也是不相信的 我觉得这也是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是王岐山跟胡舒立 有一个私生子呢 这点我完全不相信 那后来呢 说这个消息来源到底是哪来的 到底是郭文贵自己直接说的 还是他暗示的 他因为他喜欢有的时候 又不完全直接说出来 他隐隐约约的让你朝那方面去联想 到底是谁说的 应该有一个 不会说博讯平白无故的 就自己编了一个谣言 一定是有人向他提供了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事情跟博讯翻脸 甚至对这个博讯创办人韦石 进行人身威胁 这威胁的这个录音 我们也听到了 说什么 你们戴上枪 开着警车 每天早上晚上到他家去骚扰 怎么样怎么样 不停的敲门要吓唬他 这种黑社会的做法 在美国来用流氓手段 黑社会的手段 对人进行恐吓 这就是一种恐怖主义的行为 英文里边有一个词 就是除了骚扰以外 除了骚扰以外 骚扰里边还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stalking 就是S-T-A-L-K-R-N-G stalking就是不停的对一个人 进行跟踪骚扰 让他不能够正常的生活 让他心理上受到恐吓 而郭文贵已经实施了 这个stalking的行为 所以他应该负刑事责任 这是属于刑事罪 所以如果要讲韦石和博讯 真的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郭文贵进行起诉 以现有的录音资料 这一个资料就足以让他坐牢 而且还要附带民事的赔偿 可以是很大一笔的民事赔偿 所以我觉得郭文贵他这种法盲 他在中国就不相信法律 而相信通过贿赂 通过掌握贪官的淫贿证据 来要挟官员 然后让官员为他所用 用黑社会的 用国安部的名义来恐吓一些商人 绑架一些商人 甚至侵占商人的巨额资产 他这样做通行无阻 一路绿灯 短短的时间就成为少数的报复之一 那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 他以为到了美国这一套 还是能够行得通 动不动就贿赂别人 包括他跟美国的一些退休官员 他也是想用贿赂的方式 包括像英国的退休首相布莱尔 他也已经动用了贿赂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资料都在不断的收集和暴露 那么郭文贵他的犯罪已经是 应该说是罪行累累吧 不是一种两种 而是多种 所以我想他很难逃过法律的制裁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新闻请你评点一下 就是台湾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在国内就被逮捕 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在湖南的岳阳法院已经开庭审理 您如何评价这一世界 我知道他在网上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台湾人 他非常关注大陆的这种政治民主 而且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诉求和理念 他跟很多的大陆的网友都有互动关系 他也可能多次进入大陆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作为一个台湾人 他能够为大陆的民主法治人权而奔走而努力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果中共官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的这种罪名 来逮捕他 来对他进行判罪 那么这个等于是对国际社会 就是说任何一个对主张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人 在中国或者在中国以外 进行这样的一些普世价值的推荐 那么他们中共当局都会把他们当作敌人 如果他们一旦有机会 就会把这些人具有国际身份的 而不是中国的国民来予以形式上的制裁 包括冠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所以这个是非常无耻的 一种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公然的挑战 观众朋友们 夏宇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王岐山先生的政治命运 他与班农李显龙先生的会见 的确透露了不寻常的信息 但是无论王岐山先生是退休是流论 还是变相的流论 其实都不改变中国当前的政局 习近平已经掌握了中共绝对的权力 中国再次来到了历史的封铃渡口 走向民主宪政国家信 走向极权独裁中国王 您好 您好 您好